这艘沉默的巨舰就是小日本的秘密武器大和号 同大和号一起沉入海底的还有2000多名日本鬼子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略舰 大和号承载了日本鬼子最后的希望 却被迫成为了和平使者 在太平洋海战上的战绩为0-0-1 攻击落零架飞机几乎为零搜舰船 首秀就被美国飞机当成了活靶子 被人们戏称为穿最后的装甲挨嘴毒的打 大和号的沉默也预示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日薄西山 1937年日本秘密启动巨型战略舰的建造计划 并名为大和号与武藏号 三年之后耗资1500亿日元的大和号战略舰成功下水 为了最大化提高战斗力 日本人在大和号上转配了460毫米口径的舰炮 大炮发射的瞬间整个舰艇都为之一阵 这艘战略舰的最终任务就是消灭美军的太平洋舰队 日本鬼子十分清楚 在舰船的数量上日本永远追不上美国 他们只能另辟歇进决定以质量取胜 日本人坚信巨大的战略舰能够帮助日本海军 在太平洋上和美军决以死战 大和号战略舰就是海上的钢铁巨兽 同时期除了日本的大和号和武藏号之外 法西斯德国也建造了皮斯麦号和第二皮斯号战略舰 以此彰显强大的海上实力 1941年结束试航的大和号第一时间 来到了位于东尼波拉的秘密基地实验火炮的威力 战略舰能在海上肆意驰骋的资本就是强大的火力 他们把炮弹打在远处的山丘或者海上 根据测试大和号上的炮弹能达到25英里之外 这个数据在二战时是惊人的 日本鬼子因此欣喜若狂 甚至开始在脑海中幻想大和号驰骋太平洋的景象了 在拥有如此强大的火力之后 如何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海上生存 成为了日本鬼子的头等难题 大和号必须拥有厚实的装甲 才能抵挡住美军的鱼雷和导弹 一块装甲就有恐怖的26英寸 根据统计 大和号上的钢铁总重量就有22500吨 船头和船尾更是设计了超过1000个防水隔舱 按照日本人的计划 这艘大和舰完全可以达到永不沉默的标准 因为当时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核武器 没什么武器能对大和号造成毁灭性打击 1941年12月16日 大和号正式服役进入日本海军舰队 几天前 日本鬼子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 随后美国对日宣战 然而拥有大和号的日本人丝毫不惧 在他们眼中拥有最强火力和装甲的大和号 理所应当在海上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爆发 然而大和号在这场战争中 充当的角色只是一个诱饵 日本鬼子计划用大和号勾引美军 然后在途中发起突袭 第一目标是美军引以为傲的航空母舰 只要在这里解决掉一艘航母 在接下来的太平洋海战上 日军就能占得上风 日本鬼子没想到的是 当时美军已经截获了日军的情报 对日寇诱敌深入的计划了然于心 当战争的号角吹响时 原本胸有成竹的日本鬼子 在海上被打得节节败退 他们的计划是在这场海战中 摧毁美军的航空母舰 最终小日本确实做到了 美军的约克成号航母被日军击沉 但反观日本的损失 已经不能用惨痛来形容了 四艘主力航空母舰 在这场战争中尸沉大海 而首次参与战争的大和号 却没有用武之地 还因为防空能力薄弱 被美军的飞机当成活靶子 中途岛海战失败之后 日军痛定思痛 先是将大和号驶离正面战场 随后对大和号进行防空火力的改造 他们把大和号视为最终武器 可以在海战颠覆整个战局 所以这样的终极武器 不到关键时刻 日军是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海战主力的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中 大和号一直停靠在太平洋上的日军基地 养精蓄锐 与此同时 他们在国内大量着急培养海军 每一个日本海军都以登上大和号为荣 以此就能看出 当时的大和号已经不是一艘简单的战列舰来 而是日本人海上的尊严 每一个日本人都坚信 只要大和号登陆战场 绝对能在正面将美国海军打得落荒而逃 但岛国内的民众绝对不知道 太平洋战场上的局势已经发生了转变 美军逐渐占得上风 正在一点点蚕食日寇的海上势力范围 1944年2月17日 美军突然发动冰雹行动 500余架次的飞机 突袭日寇在太平洋上的秘密基地 共有9艘航空母舰参与这次行动 日本鬼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反应 大量舰船和飞机受损 如此惨痛的代价 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率又削减了几分 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 就是大和号和五藏号 因为厚重的装甲 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冰雹行动之后 日军将这两艘超级战列舰 转移到了距离主战场更远的地方 并且在上面加装了数百门防空火炮 改造之后的大和号更加不堪重负 尽管甲板上密密麻麻的舰炮 看起来十分害人 但实战效果如何根本没人知道 1944年10月 雷伊泰湾海战爆发 大和号和五藏号同时驶向菲律宾群岛 日本鬼子希望 在这场二战期间最大的海战中将局势扭转 大和号终于能在海上肆无忌惮地吞吐火舌 这样一艘海上移动炮塔的威慑力无人能比 但面对美军空中编队的狂轰乱炸 大和号的表现依旧不尽如人意 被美军的炮弹击中之后 大和号仓皇地逃离了主战场 只剩下五藏号在海面上孤军奋斗 它的下场可想而知 美军飞机就像蝗虫一样疯狂撕咬五藏号 攻击30余枚鱼雷和炸弹击中了这艘海上巨兽 这艘满载排水量720809吨的战列舰沉入了大海 船上一千余名日本鬼子葬身大海 1945年4月 日本海军的最后希望大和号 在冲绳岛和美军展开了殊死一战 此时的日本鬼子已经变得丧心病狂 神风特工队受命向美军展开自杀式袭击 海面上到处是炮弹掉落机器的水花 空中的日军飞机拖着黑烟向美军的舰船冲去 大和号的任务是在冲绳岛附近抵抗舰船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将大和号开到海滩上当固定炮台使用 可见此时日本鬼子已经命悬一线 只能依靠大和号备水一战 但美军没有让日扣的计划得逞 大和号还没抵达冲绳岛 就被美军飞机发现并拦截 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 大和号再次成为海上的活靶子 150架美军飞机开始从云层向下俯冲 不计其数的鱼雷和炸弹向大和号倾泻而去 尽管大和号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火力和装甲 却缺少该有的保护 美军的鱼雷不停攻击大和号左舰 三个小时之后 J45号巨子倾驻日本海军最后希望的不尘之舰开始翻覆 在沉默的瞬间 大和号上的弹药库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船上两千余名日本鬼子 在冰火两重天中葬身大海 而在这场海上遭遇战中 大和号一直被动挨打 没有击落一架美军飞机 没有击沉一艘美军舰船 最终以0-0-1的战绩耻辱收场 这艘不成之舰的沉默 浇灭了日本海军最后的希望 最终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到处了我们的战败 我要除了我们的战败 感谢观看